近期看到了很多的投资人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,一部分的借款人走上水深火热的漩涡,而P2P网贷在短短几年从神坛跌落,不断的爆雷退出,也让其中一部分正义者站了出来。 但有正义的地方必有邪恶,一些人看上其中的需求,开始疯狂串取投资人和借款人的钱,且不说所谓的唐氏骗局,但从改革上说,P2P彻底颠覆了传统贷款方式。 但在众人缓过神来时却为时已晚,可以说P2P碰造了一个神话,一个史上最牛行业,一个可以在短短时间拿到风险投资,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上市。 而P2P网贷给予了太多人的遐想,总有一个投资传说,在鼓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,但往往带清醒那一刻换来的是无尽的伤痛,也许由投资人从中获利。 但相信现在依然有不少投资人到了诉说屋门的境地,而作为投资人在平台暴雷最后一刻,想拿回只是自己的本金,但这些似乎都成为了奢望。 再提到支撑整个行业迅速发展的借款人,现在恐怕他们已经成为了逾期老来。 据网络数据表明,大部分的借款人基本在遇到困境后,遭遇了暴力催修的落井下石。 从而倒置于记者越来越多,很多借款人表示愿意继续偿还,但在被暴通血路的手段后,仅有一丝气念也在瞬间被打碎。 其中也让很多的借款人付出了生命代价,留下的只是轻人无尽的伤痛。 但是到了现在的特殊时刻,倩默一时寻求解决走上了另一个圈套,不少的投资人和借款人的抱团群卵,将一部分的人开始打起了他们的注意。 因为投资人和借款人现在是防卫置入的,他们也可以帮投资人快速赎回或追回本金,可以帮借款人拦截车收电话,甚至可以帮借款人强制上岸。 但这些到最后,往往是雪上加霜,写这篇文章一方面希望能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,倩默被看似绝丽的回到迷惑了。 更不要为了一时的应急,走进了美丽的陷阱里,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追讨维权等,我相信随着国家逐步的监管完善,一定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。 而这些倒下的屁兔屁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,是人性贪婪还是金融升级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